啦啦這個是今天的完成品 八寶 八寶桂圓 八寶桂圓芝麻湯圓 不是 八寶桂圓 芝麻 八寶桂圓豆漿芝麻湯圓 完成 哈囉大家好我是希希 順順希 我為了元宵姐要煮湯圓 那我好像也沒有煮過湯圓 今天要煮特別難的一種 八寶桂圓豆漿 芝麻湯圓 今天選的是芝麻湯圓嘛 然後芝麻對女生特別好 就是可以補血 然後明目還有潤膚 現在水滾得很厲害了 現在要下湯圓 是這樣子嗎 還是我用直接用手 啊啊啊啊 哈哈 喔然後我要注意 不能讓他 我要一直一直嚼 對吧 好 好現在要 我們來放八寶 八寶裡面有什麼 紅豆 綠豆 藝人 紅豆 綠豆 藝人 花豆 然後花生 然後蓮子 噔噔噔噔噔 OK 我要全放囉 我煮東西就是很粗魯 接下來要放 櫃圓 櫃圓肝 好 把櫃圓肝 倒進去 櫃圓對什麼好 手腳冰冷的人 就像我 手腳很冰冷 但是 但是 手腳冰的人 就是 心裡很暖 對吧 有這樣的講法嗎 沒有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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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假的 我要再多練一下 好像每個都破了 是不是煮太久了 感覺上是完成了 有點心虛的 湯圓 感覺是蠻健康的 我要加豆漿 今天的很特別的吃法 豆漿要加進我的 八寶芝麻湯圓裡面 這樣的話 感覺很 很有 會促進腸胃蠕動 然後蠻多蛋白質的感覺 好 完成 這個是今天的完成品 八寶 八寶桂圓 八寶桂圓 芝麻湯圓 不對 八寶桂圓 芝麻 八寶桂圓 豆漿芝麻湯圓 完成 我要來嘗一下 感覺蠻香的 而且是很健康的味道 好吃 可能是因為豆漿 所以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膩的感覺 然後 料也很多 所以 口感蠻豐富的 祝大家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元宵姐快樂 Bye Bye